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洋深处依然是比较神秘的 不过我们今天要来看的 确实被人们称为是世界上最为傻瓜的三种动物 因为它们都是非常容易死亡 并且和其他的动物还不一样 其他的动物一般都是因为天敌太多太强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绝对可以说完全是被自己坑死的 据说它们根本就不需要天敌 自己就可以把自己弄死了 也是让人非常无奈了 第一种肯定就是袍子了 对于这种动物相信大家肯定都是非常熟悉的吧 在网络上面大家都将其称为是东北神兽 并且也正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傻 所以现在大家直接就把它的名字改了 就叫傻袍子 因为它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从来都不是选择逃跑或者是反击 而是愣在原地将头埋进土里 所以现在也愣是把自己坑成了冰威动物 第二种是翻车鱼 可能大家对于这种鱼都比较陌生 毕竟它既不能吃又不能观赏 但其实这种鱼非常有趣 相信大家从它的名字上也已经感受到了 虽然说它们的体积都比较大 但是战斗力确实微零 而且行动也是十分缓慢 万一再不小心翻倒了 那可是很长时间都翻不回来 所以就算是一条小鱼都能将其打败 最后一种则是蜜花 它们最喜欢的食物就是蜂蜜的幼虫和蛹 所以当它们看见蜂巢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毫无犹豫的就冲过去 再加上蜜花属于是一种永远不会认输的动物 只要打架就必须有输赢 所以它们最后的结果往往都是被蜜蜂给遮死了 那么大家还知道什么傻乎乎的动物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小开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